hello 欢迎学习爬通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我们是已经把那个 boss指定他的那个正常的爬通代码 把它给写完了 但是的话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使用这个代理去访问他的这个服务器 他已经将我们的这个代理实际变为一个 一个不正常的那个代理的 对不正常的那个IP地址 所以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教大家如何去把这个问题把它给解决掉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去解决的话 还是跟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一样 就是在这个中间键当中做文章 对吧 解决的话也就是分为两步 第一步就是根据这个usage的 第二步的话就是根据他的这个随机代理 对随机代理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medware这个文件当中 然后的话我们手势的话 先把这个爬从中间键先把它给干掉 现在我们不需要这个盘从中间键 我们现在的话是只要去写那个 下载中间键对不对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再来定义两个类啊 定义两个类这两个类的话是分别用来去啊 去那个设置那个随机请求投以及那个IP代理的好吧 这地方我手机第一个第一个就是那个设置随机usage的的啊 usage的dowl load middn1wale object啊 好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实现两个啊实现一个函数啊 就那个df process pocss iqus对了 这里的话会传递一个iqus以及这个spider进来啊 然后的话我们在在这里面好 我们要去设设那个啊设计那个usage的那么设计那个usage的话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随机的去设计一个 随机的去设计一个那么最少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呃 一个这样的请求投的一个这样的列表啊对 那么这个完我就把我之前写好的这个请求投的这个列表把它给拿过来 好吧 这部分没什么技术含量啊 我就直接拿过来了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放到这里面啊 有很多啊 有很多啊 然后再来到这里面 我们再去随机一个随机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需要用到那个rhythm那个固啊 对好 这里面来导设下impro的这个rhythm啊 然后的话这里面我们是拿到这个啊userhnt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rhythm.choice对吧 把这个save.userhnt给进去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随机的去啊 获取一个行动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设置到他的那个heads当中啊 request.headshnts啊等于这个userhnt啊 userhnt的只要的话是等于这个什么呢userhnt的啊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请这个这个下载中间键啊 我们就已经写完了好吧 写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把它给添加到这个save这个当中啊 呃 这个下载中间键就是吧 把它给取消注视 然后的话再来到这个中间这个呢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下可能叫c来到这里面啊 这个呢 我们可能叫v对不对 好 这个我们把它给改成100吧 把它给改成100啊 好 第二个我们再来写一个代理的那个下载中间啊 代理好 那么这个代理的下载中间啊 才是我们本期的一个重点啊 ip 呃p r o o s y d o w i l l a d m i d d d l e w a l e 对吧 基本是这个object啊 需要这个地方的话我们需要实现啊两个函数 啊 学生性两个函数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什么的processor p-r-o-c-i-s-z request 这个地方是request对吧 以及Spider 好 第2个行数是什么呢process p-r-o-c-i-i-s-z 这个Response i-e-s-b-o-s-z 只要这地方是request 以及什么呢 response isb-o-s-z 以及这sprider 那么这地方为什么 为什么上 为什么用sage呢 这个下载中间接 他只需要实现1个 而我们这个ip代理中间 他需要实现2个呢 原因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再去爬取一个页名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再去爬取 BOSS这边上面某个职位详细页名的时候 我们要去更换这个代理 我们要去更换这个代理 凭什么要去更换这个代理呢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触发条件 说我现在需要去更换了吗 那么这个触发条件的话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浏览界当中的 比如说我再去访问他这个页名的时候 他这个地方访问了一个私立桑 给我的情况下 我就要去更换这个代理啊 对 这个代理的话 你也不要说每一次请求的时候 你都去换一个新的代理 这的话是比较浪费钱的 知道吗 比较浪费钱的啊 一个代理的话 最起码应该也有 应该也有个这个零点 应该要几分钱吧 说的话 我们你不要每一次 每做一个请求 你都去换一个新的代理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一下这个代理 只要的话 如果这个代理啊 也被这个BOSS执币 被识别出一个 那个不正常的那个代理的 不正常的代理以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去换一个代理 对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触发条件呢 这个触发条件 是不是我们就必须要在这个Process Response里面拿的话 因为如果这个BOSS执命都没有返回数据给我们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当心处于这种什么的状态 对不对 而在这个行数当中的话 它就相当是已经拿到了这个Response 拿到了这个Response啊 拿到这个Response以后 我们就可以从这个Response当中去取它的那个状态码 如果这个状态码 它现在是等于那个什么呢 403 说明啊 现在已经被拉高 这个IP地址已经被拉高 加入黑名单了 这时候的话我就不去 我就换一个代理 对不对 如果它是你安排啊 那么的话 我们就继续使用这个代理进行pash 啊 继续使用这个代理进行pash 那么所有的话 我们这份的话还要实现这个行数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实现这个process request 这个行数呢 原因的话也是非常简单啊 因为现在我这台电脑上面的这个IP地址的话 是已经被封掉了 我如果直接啊 我如果不去写这个 我如果不重写啊 我如果不在请求之前 设置下这个代理的话 那么我第一一个请求都发送不出去 对对 我是不是一个请求都发送不出去啊 你看我在这番 我只要发送 他马上就403了 是不是我一个请求都发送不出去 对对 说的话这地方我就说什么什么情况呢 我在每次请求之前 我我不管我这个代理有没被封掉 我都给他设置这个代理 好吧 都给他设置这个代理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啊 设置那个代理的话啊 我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代理的那个 呃 那个那个第三份服务商的啊 那么现在我这个代理的话 是我是改成的那个芝麻代理啊 呃 之前那个快代理的话 我是没有用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快代理那个东西的话 他是一天最啊 一天的话 当然最低也有10块哈 当然如果你想用那个Json 还有还有你想保证他那个稳定性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买那个20块钱的 那么20块钱的话 它是只能把管一天啊 24小时之后又需要重新买啊 那么我这个讲课的话啊 可能需要讲很多贴啊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代理换成的这个芝麻代芝麻代理啊 这个芝麻代里面的里面的话啊 它是这样的啊 它是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使用次数来来来来来来使用的啊 比如说你现在你想使用这个25分钟的这个代理 那么的话它是只需要0.04元啊 0.04元啊 就是他这个时间的话没有限制 你只要再抽50块钱 然后的话0.04元一个IP啊 那么你自己去用就可以了 用用完了几个就是 如果用完了50块钱 那就没有了 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 所以的话这个东西也是比较好用的啊 而且个人哈 用用完以后感觉这个芝麻代理啊 他的这个代理 他的IP地址的话 相对来讲啊 个人感觉比这个快代理更加稳定点啊 比这个快代理更加稳定点啊 所以的话我就选择这个芝麻代理了吧 选择这个芝麻代理啊 好 那么具体使用哪个代理其实都无所谓 好吧 只要你去把呃 获取到他的这个接口 然后的话 你在代码当中去请求数据 然后按照他返回来的这个数据去解析就可以了啊 去解析就可以了啊 这个无所谓啊 这个无所谓啊 好 那么这个我们来点进去啊 然后的话 他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啊 叫做提取API 然后这个提取API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选择是按这个暗次提取啊 按次提取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来啊 我们选择做这个什么呢 HDBS 他这这这部分选择啊 也是跟我们上几个跟大家讲的那个快代理是一样的啊 因为你去呃提取这个代理的话 它是有很多选项的 如果你直接呃用那个参数去讲的话 用用那个参数去呃做做的话 那么呃就容易鼓度对吧 那么你这样啊 他已经把你提供好一个人的接口啊 提供好一个人的界面 你自己勾血勾血 他就会自动的给你生成一个人的API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方便啊 比较方便啊 好 然后我们这个数据格是选择这个JS对吧 你知道这个选择数据哈 选择属性的话就是呃你他会访他他在访回来的那个直立面会访会什么样的东西 那么这个IP和这个断口的话是肯定要的对吧 只要的话我们这里面还在给他加深一个过期的时间 好吧 再给他加深一个过期的时间啊 呃就是我们在这个过期的时间之内 我们都在我们都使用这个IP啊 如果这个IP地址过过期了 我们就换一个IP地址好吧 啊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东西把它给过去上啊 只要这个城市的话就无所谓了 对不对 只要这个断口的话也是随机的 也是随机的啊 好 这个IP去重的话也是3560天去重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里面点一下生成API链接 这样的话他就会自动的给你生成了一个这样的API链接好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复制下这个API链接 复制下这个API链接 实际上的话再来到我们的这个代码当中啊 来到这个代码当中 这里面我们用一个变量把它给保持一下啊 PIOXY代理UIL啊 上载这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下面的话再来写这个代码啊 好 此时此刻啊 如果来到这个地方 我首先的话就判断下你这个request这个里面有没有设置那个代理 如果没有设置代理 那么我马上就给你去设置下那个代理 好吧 这地方我们就判断下 ififrequest.meta 这个里面有没有这个PIOXY 有没有这个代理啊 光是这个PIOXY 这样判断啊 因啊 如果这个东西在里面啊 呃 not in啊 就是不在里面 如果这个东西不在里面 那么我们就要去什么呢 请求代理啊 这个请求代理的话啊 因为这个请求代理的这个事情啊 我们在这个process response里面是不是也也有可能做得到也有可能会做到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如果碰到那个43M的时候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去请求这个代理啊 对对 所以这个请求代理这个这个代码的话是有可能在多个地方都会被用到对对 所以之前的话我就把它给定义成一个单独的方法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叫做什么呢 getPIOXY啊 好 然后我们这里方哎 我们这里面发送那个请求就使用那个request库来发送了吧 这里面我们来导入一下 input了下这个request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来写啊 就是response等于这个request.get对不对 这是self点那个什么呢 blsyul好 接下来的话他就会返回一个响应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去吧 呃 这样吧 我先单独的开一个文件给大家看一下吧 给我们加c哈 然后的话这里面我们来打开一下我们的一个python啊 打开一个中端 然后的话这里面input了下啊 好 然后的话这里面把代码拿过来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请求他反馈来这个结果是什么啊 嗯把这个拿过来啊 他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反过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就是他反过来是个字典啊一个这样子出去啊 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把gsm的给露得成一个字典的格式对不对 然后再从这个里面去取那个代理啊 这个代理他是放在这个data下面啊 知道这个data下面他是用一个什么呢 列表把它给装起来的啊 用列表把它给装起来的 知道列表当中的话啊 就是一个就是每一下每一个每一个字典啊 为什么这个里面只有一个字典呢 很简单 因为我现在在提取这个代理的时候 我只提取一个 你没说我只提取一个啊 说的话这个里面他是只有一个代理 他是只有这一个代理 如果这地方再给给个二的话传个二 他这个地方就会给返回两个 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浪费那么多ip代理了 我们就一个个取啊 一个个取就可以了 好 这个的话就返回来这个代理 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data当中 把第0个数据把它给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他这地方就是啊 通过这种字典的形式把它给分割出来的 对不对啊 根据这个ipip这个key 可以拿到这个ip地址 以这个端号以及这个过期的时间 好吧 这个过期的时间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边就来写啊 首次的话我们先拿到这个test pst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response点test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test把它给 这个test现在的话是一个json格式的字符创 那么我们要把它给漏的成一个字笔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导入一下这个json好吧 import一下这个json 然后再来到这个下面啊 这次的话我们的这个呃 呃叫做什么呢 prprpr呃 或者叫做那个result吧 i i i s u ld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json.nose啊 o ads知道的话这个给个test点进去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result 去拿到这里面的这个呃代理啊data等于这个什么呢result result里面的这个data啊 d零项对的d零项啊 d零项的话就是呃这个代理对的零项啊 然后我们再把d零项当中的这个ip啊 断啊啊这个代理当中的这个断 断ip以及断号以及这个过期时间把它给拿出来 把它给拿出来啊 那么因为哈因为这个里面这个数据比较多有ip地址有那个断号还有过期时间 并且以后我们再去使用这个代理的时候啊以后我们再去使用这个代理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代理他会过期啊他会过期那么我们这个代理的话就用不了了对不对 说的话我们这里吗啊就说 呃我们在每次使用这个代理之前我们首先的话先拍了一下这个代理是否即将过期啊 那么如果即将过期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去重新请求一个代理 就得重新请求一个代理啊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呃要在这个代理上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啊 呃就是针对这个代理这部分工作我们做的事情就比较多好吧 所有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话我就单独的去写一个模型啊 来封装一些这样的代理相关的工作好吧 代理相关的工作啊 好这个地方我们来新建一个模型新建一个模型这个地方我们新建一个文件吧 这个文件叫做models在这个里面我是装载所有的模型的好吧好 这个地方第一个叫做什么呢 p r o x y model啊 然后把进行这个object 这里面我们第一个构则函数是init啊 只要的话他会传一个呃data进来 就是就是会传一个代理的这个呃这个data进来 把这个data进来 然后我们拿到这个data以后我们就把这些数据把它给解析出来 把它给解析出来啊 第一个是ip是在这个data里面的这个ip对不对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端口啊 data里面这个pod对不对 第三个的话就是那个啊过期时间espiretime是在那个data里面的data里面的espiretime啊 过期时间啊就是这个呃这个过期时间好吧 这里我再讲一点啊就是可能有的东西还一里蒙逼是为什么要单独的写一个模型啊 我刚刚讲过了啊就是我们真的这个代理上面要做的事情比较多你啊就是你要去把这个你看这个地方我是不是要把这个端号合并在这个ip下面啊 然后我还得去比较这个时间看一下他是否会即将过期对啊 啊而且这个时间的话他还是一个什么的自付上内型自付上内型的话是不能比较的我们还得把它给转换成一个data的这个类型啊 说的话要做的事情就比较比较多啊那么我们就把它给单独啊放在一个模型当中在这个模型当中去做好吧 好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再来定一个属性就是 这些变量好都把它给拿出来了都把它给拿出来了啊 所以的话这个呃这个expiretype这个东西我们后期肯定会用得到啊就是在我们这个模型当中的其他地方肯定会用得到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就给他保存一个save变量好吧呃或是我们这些东西都把它给保存个save变量吧都保保保存在什么呢 保存在我们担心的这个对象上面去好吧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第一个呃代理啊这我们那个代理的协议法的话是不是htps或者是htps 只要的话再加什么号后面再跟上ip地址再跟上这个端口吧对对一个ip地址的话不是一个一个代理的话是要这样用去用的啊也要这样去用的啊 你不能直接给一个ip地址给个端口就可以了你还在还能在前面给他加个什么呢 htp或是htps然后罢号啊好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就在写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啊boss质并他使用的是这个htps协议那么我们这边也是给他htps协议好吧好 然后我们这边再给个绑的一个面量叫做prosy啊xy就是那个代理了吧只要是等于这个什么呢等于这个sdps呃斜杆然后是第一个是那个ip啊ip后面跟个罢号是那个端口不得只要点format啊 第一个参数是那个self点那个ip啊第二个参数self点那个pod对不对好好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代理把它给构建好了啊把这个代理构建好了啊好构建好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定一下吉他的其他的这些方法啊其他的这些方法啊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定义啊 嗯第一个属性吧叫做什么属性呢就是这个inspire这个属性啊这个属性的话现在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那个资本的格式我们要把它给转化成一个呃把它给转化成一个那个datatype的格式好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定一个属性啊property 这个的话df叫做aspiredm啊呃因为现在啊这个东西的话它是跟它产生冲突的说的话我就给它改个名字啊叫做呃它是过期的那个字帐啊并不是真正的时间对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给它改个名字叫做expiresdr啊inspiresdr啊只要这个地方我们再来把这个行数啊 把这个行数前面给它加这个property这个装置器那么的话他就可以将这个行数把它给变成一个属性以后你在调用这个行数的时候就跟调用属性是一模样的啊是一模样的好吧好然后我们在这边来写啊我们首先的话啊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什么呢他的这个过期时间他这个格式是什么样的呢来看一下啊呃他这个过期时间是不是前面空格的前面是不是这个date类型啊就是年月日对不对空格后面这个东西是不是 啊十分秒啊对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把这个什么呢先把这个年月日把它给拿过来啊 对了我们来这里啊 当然了可能我们在解析这个字部分的时候我们在解析这个字案 在解析这个时间的时候你还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啊from data right now the first time 还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啊 就是在那下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sdrp 西特别太多 但是这个方法的话 它是一个纯python实际的 纯python实际的话 它的那个值